王宝强离婚身陷于论怪圈,儿子竟说出王宝强和范冰冰的关系。 说起王宝强和范冰冰,本该是两个没有合作过的人,可是两人当初在电影《太炯》中的片段,也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。 甚至就连王宝强的小儿子都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女神范冰冰合作过。 早前王宝强妻子马荣发微博称中午吃饭,儿子说,你认识范冰冰吗?我问,你认识吗?他说,范冰冰我是我大女朋友。 后来,王宝强工作室官微业转发了这条微博,有网友在微博下面留言,范冰冰知道吗? 小孩子说起范冰冰是自己爸爸王宝强的女友,当真是同人无几了。 而如今,王宝强离婚案逐渐落下帷幕,人们在感慨之余也不免为王宝强的两个孩子感到可惜,毕竟每个孩子都要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成长,可是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事件还是会对孩子有影响的吧? 不过,作为王宝强的儿子和女儿,似乎这两个孩子的样貌真是长得扬起极了,甚至网友们还说,不像王宝强刚出道时那么土,这两个孩子真是成长得很好。 不过,就是这样一双儿女,当初也在离婚之初被人们恶意揣摆,甚至在网络上恶言相向。 当时,王宝强发声明称经纪人宋哲与妻子马荣有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,宣布与马荣一婚,此时瞬间成为娱乐圈众棒炸弹,马荣和宋哲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甚至之后还有网友拿一张屁过的照片来证明儿子不是王宝强的,甚至还会有人说儿子怎么看跟宝强都不像,女儿的话还像马荣一点。 可是不能够凭长相来判断,但是网络舆论估计都得让小朋友在学校待不下去的吧。 还好最后证实了他是王宝强的儿子。 当初看爸爸去哪儿时,里面女儿对宝强的态度那么的恶劣宝强也没有生气,可见王宝强真的对自己的孩子很好。 现在,法院将两个孩子分别判给了王宝强和马荣,不知道今后对他们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呢? 说起王宝强和范冰冰,本该是两个没有合作过的人,可是两人当初在电影《太久》中的片段,也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。 甚至就连王宝强的小儿子都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女神范冰冰合作过。 早前王宝强妻子马荣发微博称中午吃饭,儿子说,你认识范冰冰吗?我问,你认识吗? 他说,范冰冰我是我爸女朋友。 后来,王宝强工作室官微业转发了这条微博,有网友在微博下面留言,范冰冰知道吗? 小孩子说起范冰冰是自己爸爸王宝强的女友,当真是同人无几了。 而如今,王宝强比范曼逐渐落下帷幕,人们在感慨之余也不免为王宝强的两个孩子感到可惜,毕竟每个孩子都要在健康和谐的环境中成长,可是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事件还是会对孩子有影响的吧? 不过,作为王宝强的儿子和女儿,似乎这两个孩子的样貌真是长得养起皮了,甚至网友们还说,不像王宝强刚出道时那么土,这两个孩子真是成长得很好。 不过,就是这样一双儿女,当初也在离婚之初被人们恶意揣摆,甚至在网络上恶言相向。 当时,王宝强发声明称经纪人宋哲与妻子马荣有婚外不正当两性关系,宣布与马荣离婚,此时瞬间成为娱乐圈众棒炸弹,马荣和宋哲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甚至之后还有网友拿一张屁过的照片来证明儿子不是王宝强的,甚至还会有人说儿子怎么看跟宝强都不像,女儿的话还像马荣一点。 可是不能够凭长相来判断,但是网络舆论估计都得让小朋友在学校待不下去的吧。 还好最后证实了他是王宝强的儿子。 不过相比较而言,王宝强更喜欢的是女儿吧,他说最放不下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妈妈还有个他女儿。 当初看爸爸去哪儿时,里面女儿对宝强的态度那么的恶劣宝强也没有生气,可见王宝强真的对自己的孩子很好。 现在,法院将两个孩子分别判给了王宝强和马荣,不知道今后对他们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呢?